俄军的S350以自动模式击落乌克兰的飞机 人工智能真的可以杀人了吗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 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美军使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 模拟用无人机自主作战 结果出现了反杀美军的情况 这是美军在人工智能技术探索时所出现的一个意外 距离实战还比较远 今天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俄司军队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参战的具体情况 用俄司副总理的话说 俄军的S350防空系统在完全自俄动的模式下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的战斗机 这位副总理说 部署在俄司边境地区的S350勇士防空导弹系统 可以通过自主探测 跟踪和摧毁乌克兰的空中目标 而无需任何操作员的干预 展示了无以伦比的能力 换句话说 操作员并没有按下开火按钮 甚至都不需要值班 就攻击了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这可能就过度放大了机器的权限 挑战了使用人工智能的规则底线 勇士系统同时在主动和被动雷达模式下有效运行 这种双模式的方法增强了探测和分辨目标的能力 也同时提高了其对外部干扰的抵抗力 通常被称为抗噪器 据这位俄司的高官说 俄司防空系统是全球唯一能够拦截和摧毁高超音速导弹的系统 他还透露 乌克兰的多架弹动机和无人机被该系统的导弹所击落 S350勇士防空武器系统的开发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 在2013年成功的进行了飞行设施后 俄司军方于2019年12月接收了首批S350系统 据可靠的消息声 S350勇士防空系统展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战能力 可以在最远25公里的范围内有效的打击弹道导弹目标 并在120到150公里的范围内打击空气动力的目标 包括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等等 勇士导弹可以拦截飞行速度达到每秒2000米的目标 确保快速有效的防御空中威胁 S350采用的是轮式底盘 可提供卓越的机动性 能够在几分钟内快速部署到战斗位置 其导弹发射装置、雷达和控制中心 能够快速部署在几公里的范围内 同时保持作弹效能 S350勇士防空导弹的弹药容量是S400的4倍 还具有融入外国防空系统的潜力 而此专家称 S350被认为是比乌克兰现役的爱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更加有效 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防空武器系统 它不仅能够拦截飞行速度极高的弹道导弹 也能够打击低空飞行的目标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 俄四代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上使用自动开火的技术呢 其实俄四代S350使用的防空导弹自动射击技术 还不能说是多么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 甚至呢它仅仅只是一个自动化系统 由于防空导弹是在本国领土内部署 属于防御性武器 而且其交战的目标复杂程度并不强 采用自动化的射击模式问题不大 对于美军发展的无人机所使用的人工智能模型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无人机是攻击性武器 无论是实行对地打击任务还是空战任务 其机动范围都非常大 面对的复杂情况也会非常多 此时就需要人工智能自主的执行复杂任务 也需要人类在其开火时进行必要的授权 否则就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防空系统未来采用自动化工作模式 可能是一个大趋势 因为其反应速度可以大幅度提升 又不太可能会引发物机 而真正的采用人工智能控制的平台 反而要控制好开火权限 一旦放任任何的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机器人杀人 那么就有可能打开人类灾难的潘多拉磨合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